嗨,大家好,我是Perry 嗨,大家好,我是Ken 好,我們巴菲德香學院的頻道很開心 今天邀請到Ken 來到我們的頻道上面 那Ken呢,他是新加坡人 他也是我投資路上非常重要的導師 我跟Ken學習到很多 那他同時也是YouTube上面一個頻道 叫Chicken Genius Singapore的創辦人 那他喜歡在他的頻道上跟大家分享很多 他關於投資的一些看法 還有一些他很棒的一些觀點 那大家都可以去訂閱起來 謝謝謝謝 OK,那Ken很開心在台灣看到你 那我想問你,你這次來到台灣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哇,我很想台灣 台灣幾次開啊? 呃,10月13號 我就是10月13號進來台灣 我都想台灣 哇,真的是 世界上啊,最遲開的國家 就是台灣 因為台灣 因為台灣 我們一些疫情的防護 做得嚴謹一點點啦 所以我們是比較晚開放 做很多評估 那當然很開心說 我們的國門再度開放 可以讓 呃,全世界各地的 觀光客 可以來到台灣旅遊 也很開心可以讓我們的好朋友 有機會來到台灣跟我們見面 終於 對 哇,好多年喔 上一次是在馬來西亞的檳城 好多年前 那在這邊呢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跟Ken聊 就當然還是跟股市相關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想問一下Ken 就是你對於現在啊 美國股市的整個狀況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看法 完蛋了 我現在看美國的股票 會可能五年到十年 不會上的 就是 you'll be flat 就是 for the next 5 years 就是Ken天意思說 未來可能五到十年 都很難再創新高啦 就是可能會在這邊 OK 可能半年 這樣的時間 會下了 如果下多一點點 會capitulate 就是crash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很 It's not the best time to invest 當然說股市 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以來都一直在下跌嘛 我相信很多人會想了解說 為什麼股市啊 在這一年會跌得這麼多 到底會跌到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No.1 reason 就是inflation Central banks 他們有 2 mandate 他們的 the only two jobs 第一個就是 price stability 就是 價錢不要上太多 對 就是貨幣啦 美金的不要貶值太多 第二個就是 employment 就是多少個人做工 他們只是這兩個 mandate 他們不管你的股票上還是下 可是他們可以用股票的價錢 讓人家更窮 所以那個inflation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現在他們的第一個就是要讓每個人窮 不然怎麼辦 人家的 油費這些很高 現在很多人有錢 他們就是要把人家弄窮 六個月他們 每次會 increase那個interest rate increase到一個 stock market就是會掉 你看啊 以前 如果你看多100年的時候 對嗎 那個inflation超過3%還是3.5% 100年11次 對嗎 11次 整個stock market crash 嗯 你覺得這次有什麼分別嗎 我覺得不會啊 對 然後這一次的那個通膨的比例 又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超過8%了 這次股市到底會不會跌這麼深 其實跟通膨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我們來想說這個東西會持續多久 這個我們不懂說去多久 你懂為什麼 因為今年是一個很special的year 這midterm election的年通常是比較好的年 因為他們想法就是midterm過了 整個stock market就是會下 ok 就是美國現在有一個選舉 叫其中選舉 那通常在選舉年 股市表現會好一點點 肯定的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選舉過了 這股市可能會再繼續往下 所以他會持續多久 這個不是我們能預測的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看到那個 最低的時候就是你要看central bank 他們做什麼 central bank那個Jerome Paul 他講不好就是每個人掉 他講好就是全部上 我覺得investing不是這樣做的 we are put in the situation that we have to care about central bank 對就是看他們的 就是美國聯準會他們去決定那個利率的政策 他們可能不會繼續提高那個利息 也許開始平或是往下降的時候 也許那時候股市會比較有可能會回來 ok 接下來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這種就是股市感覺很不好的 一個狀況下 我們的投資的一個策略 應該要怎麼做一些什麼樣的調整 最重要是現在好像如果有一些錢 你剛剛開始你要投資 不要把全部的錢丟進去現在 現在是不可以 如果你要投資可以慢慢進 因為現在如果你買stock也是下 你買bonds也是下 現在我沒有聽到一個investor有賺錢 除了如果你很敢short the market ok 我在做 可是我覺得 我不會recommend給別人 因為short the market是很難的 很難的東西 你的膽量又要很高 所以不要去做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是剛剛開始 hold cash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開始hold cash 你還是賺最多的 因為美金有上啊 美金上了好厲害 你其實如果你hold了cash 你的美金上20% 蠻不錯的 所以肯定給大家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是投資新手 你不是那麼有經驗的話 那你現在要做投資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 你的錢要記得做資金的配置啊 不是一開始就把錢全部丟進去 你可能是慢慢的買 那尤其是股市在下跌 你慢慢買的話 其實你的成本是愈來愈好的 那前提是不要忘記要投資在一些 我們當然最基本這些公司要賺錢嘛 你不要投資在一些不賺錢的公司上面 那肯定也有提到說 如果你真的是很有經驗的一個 投資人也好或交易者也好 你可以嘗試去做空股市 可是Canton他其實經驗很豐富 他也覺得做空股市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要很有膽量 你才有機會在裡面賺到錢 OK這個Canton給大家一些建議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要去做投資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錢要分很多次慢慢買 那現在呢有沒有什麼行業或產業別啊 是Canton你比較在關注的 現在我我在等那個股票全部下多一點點 OK 下多一點點我喜歡買油的 Oil & Gas OK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用的油 比我們做的油多 OK 如果你要做多點油你要花可能 三年到五年找地方 嗯 現在沒有一個工資在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那個 supply會越來越慘 嗯 現在油的價錢 為什麼還沒有廢到200多塊 因為你看到那個美國的油 那個SPR 就是那個 Perturian Reserve 他們打仗那個 對 拜登要贏那個Election 他一直放出來 一直放出來 現在是把油價 他們要出超過100塊 可是他們這樣做不會 可是他們的油要完了 他們現在的Reserve 不多了 我覺得這個Election過後 那個油價錢會上的很多 一整年如果你看到油的價錢 還OK的 嗯 每個人需要油 可以跟我講一個東西 不需要油嗎 穿的衣服都要油 因為油啊 我覺得油 fo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5到10年 是一個很好的Industry 我覺得如果你想股票 58% on油的Industry 是蠻不錯的 OK Kenden就是說現在 他會比較關注油的產業 但主要是說 我們現在對油價沒有太多的 感覺是因為 美國他正在 控制油價 所以他們一直在釋放 他那個戰略存油 就是他們預防戰爭 會用到的油 他現在一直在放出來 可是這個庫存總是會到一個底線 到一個最安全的量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沒辦法再 放出更多的油去控制油價 那這個狀況可能在 美國這次選舉過後 可能就會反映出來 油價可能就會往上 那重點是 油這個產業 本來就是 他會有一個週期的循環 或是他的波動也會相對大一點 因為他很容易受到一些 新聞的影響 比如說戰爭 或是一些其他狀況 所以大家在投資的時候 可能也要自己 多了解這行業的公司 自己去評估 再看看說 裡面有沒有值得 你投資的公司在裡面 從裡面去找尋靈感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做好資產配置 甚至懂得怎麼樣在 美股裡面找尋好公司的靈感 甚至懂得怎麼去估算 股票合理的進場價格 都可以來聽聽看 我們的美股價值投資分享會 那我們在分享會上 與你分享更多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請按贊訂閱還有分享 那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你這次來台灣最想吃的是什麼 我帶你去吃 台灣的頂泰豐 小籠包 炒飯 全部吃的東西 不要有醋 因為我不吃醋 哈哈哈哈 來了 有人 停 報 pains